哈喽 我又回来了 咱们接着说这个空瓶 先说这个袋子里的 这是两个Balaya的卸妆巾 我不是很喜欢他们Balaya他们家的卸妆巾 因为他们家那个卸妆巾 那个净的那个卸妆液不是很多 就我感觉会特别磨擦你的皮肤 然后这种包装的也特别容易干 干了以后更是难用到死 但是因为当时这个是买两包 送一个那个塑料盒 我挺想要那个塑料盒了 所以才买了两包这个 以后也不会回购了 这个一会再说 然后这个是那个韩国那个很有名的 那个水光针那个面膜 这本来是有一个洁面 我撕下来把它用 在浴室用了 先用洁面 然后用这个精华 然后贴面膜 面膜是黑色的 用完以后呢 你会感觉到你的皮肤 并不是一种透亮感的那种白 并不是那种 哗一下给你感觉 好像自己白了几个四号那种 不是 然后保湿效果也不错 我已经回购了 然后是这个铜仁糖的 铜仁糖的这个鸡血草的 晒后修复面膜 这个面膜的确是有一点点 镇定修复的效果的 有一次我鼻翼两侧就 刺痛刺痒的嘛 我附上它以后 然后那个刺痛刺痒 在一两分钟后就消失了 我觉得还是镇定和修复效果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是铜仁糖停产的 这个美白修复保湿面贴 我个人曾经做过 爱用品推荐过它 我很喜欢 但是无奈啊 现在停产了 我已经把我所有铜仁糖都用完了 就这六片已经所有铜仁糖都用完了 你以后看不到 然后这个是个眼贴 它是舒缓眼疲劳的主打 就是给那种过度用眼啊 经常看电脑啊 什么什么的人用的 它是那种类似于圆形化妆棉的那种 那么大哈 圆的 它是应该是你闭上眼睛 连这个眼皮都敷上的那种哈 它敷上以后呢 你会感觉有微微的发热感 然后摘下来那个眼贴以后 你会觉得好像眼睛的确是挺舒服放松的 但是呢 我有一次把它就折叠成那个半圆形状的 贴在眼睛下面 想当保湿的眼霜用了后 你就会发现 什么鬼啊 熏你 眼睛熏的就震都睁不开 嗯 我以后不会回购了 当然如果你不怕熏眼睛 或者说是你眼睛不敏感什么的 可以试试 然后是这个Shevens的那个保湿面膜 就他们家最基本的那个保湿面膜 这个面膜用水是很不好清洗掉 你要先用化妆棉把它擦掉 然后再清洗哈 呃 但是这个我觉得它是蛮滋润的 呃 我觉得不太适合这个豆皮 担心它有这个 呃 制豆的风险 我并不说它会制豆哈 我是担心因为 我没有用它制过豆哈 然后这个芦荟的呢 就质地比较清爽一些 然后用水能直接清洗掉 但是它同时保湿效果也不错 嗯 我觉得挺推荐大家去买芦荟的这一款的哈 然后是这个Shevens他们家清洁面膜 我觉得Shevens他们家清洁面膜 就是便宜但是同时也有那种清洁效果 就是能把你的黑头白头吸出来 然后你轻轻地用那个自己轻轻地处理一下就好了哈 呃 我觉得这么平价的面膜能达到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哈 呃 它这个是缩小毛孔的 但我没没感觉出它有缩小毛孔的作用 就当普通清洁面膜来用不错 然后是这个眼膜 Shevens的眼膜 1 2 3 4 4 4 16 18 21 嗯 就是我用了21回的这个眼膜 我推荐过无数次了 我在这再强调一遍 这个眼膜呢 你不能直接用水洗 用水洗很不好洗掉 你呢 一定要先用化妆棉把它擦掉 如果你害怕干的化妆棉 会推它有拉扯 你就弄点水或者弄点化妆水把它擦掉哈 嗯 它在我的眼睛上的自动效果还是不错的 然后是一个干洗发喷雾 呃 这樱桃口味这个香味太重了 呃 但是呢 它是我用过的这个开架的干洗发喷雾里边还是效果比较好的 我用的一些其他的就跟喷上定型喷雾一样没什么效果 但是呢 我要在这里说的这个干洗发喷雾 它只有吸油的能力 它没有控油的能力 也就是说你头发油的时候你喷上它 你会觉得蛮干爽的 但是你后续再出油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帮到你了哈 呃 大家就自行真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考虑吧 但我还是会回购的 然后是两个这个 呃 擦脸的这个纸巾 它本来是给baby用的这个纸巾 呃 但是后来我在这个hostman里发现了 比dm这个跟dm这个我感觉是一样的 然后但是比dm便宜10寸的吧 嗯 我完了再试试那个dm的 而不是hostman的 然后给大家对比一下哈 嗯 这个是the body shop他们家的这个 应该是巧克力的吧 我也忘了 呃 这个 这个这个身体磨砂 它里边的身体磨砂 不知道是糖还是盐 反正是会化的 就是随着你身体磨砂的时候 它就慢慢融化了 所以呢 用的 呃 这个 用的 用量蛮大的 它虽然颗粒比较大 但是它那个磨砂颗粒不锋利哈 嗯 它用完以后呢身上有很厚的一层油膜 感应洗都洗不掉 就算你再用浴液去洗也洗不掉 呃 这就比较适合懒的人 就是身体磨砂完懒的涂身体乳的人 但是对于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来说 我不涂身体乳 我就觉得 我 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干完这件事情 懂吗 但是它那个油呢会和一些身体乳会有这个 呃 搓泥 所以我还就不回够了 但是它也有个好处就是盐嘛 会化 就不会堵塞你的这个下水道 然后是一个lamea的面霜 这个是褶泥版的 我又用完一瓶了 嗯 褶泥版的比那个soft版的我用量要大 因为它这个褶泥版比较清爽 所以 嗯 用量大就用的快一些 嗯 人们说这个 他们家这个褶泥版的啊 什么soft版都不如那个圆版的面霜的效果好 我是没什么太大感觉了 嗯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嗯 需要你去镇定啊什么的 对 嗯 反正 lamea的面霜 就lamea的家的东西我还是蛮喜欢的 它就是维稳的效果 就维持稳定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以后碰到打折或者去免食店还是会回购的哈 但我更倾向于买soft的那款 呃 因为它我觉得它的那个 呃 嗯 就是怎么说 因为它呃 足够保湿嘛 所以我用量稍微省一点也能用的时间长一点哈 然后是一个沐浴 这个沐浴乳没什么 无功无过的一个产品吧 然后反正也挺便宜的超市随便买的以后也不会再回购了 它的味道就是属于那种 呃 就是那种奶香奶香甜甜的味道哈 然后是一个卸甲的 这个就是里边有海绵 然后你指甲进去转一转 就卸的挺快也挺干净的 蛮好用的 嗯 我觉得 没什么牌子区分吧 我觉得这种的都差不多 嗯 以后也是会回购的 因为它的确卸的挺快也挺方便 然后是一个这个眼部的这个安皮 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哈 我推荐过他家的那个夜间修复的那个安皮 我也很喜欢 这个呢 就是我一般把它当那个敷这个纸膜来敷 就是你从目击买上那种专门敷眼部的那种纸膜 然后呃 用它进湿以后敷在眼睛底下 我每次虽然只敷五分钟 但是我把它掀开的那一瞬间 我整个整个人都觉得 哦 那个眼部状态太好了 不管你是细纹干纹还是动态表情纹 在那一瞬间都被填平了 虽然它只是暂时效果吧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效果的对吧 不像有一些呃 眼膜啊还是什么的没有效果啊对不对 所以我已经囤了两盒了 嗯我个人很喜欢哈 嗯然后是费洛加的这个十全大补面膜 我个人也很喜欢这个面膜 我用完这个面膜以后呢 呃第二天你会我就会觉得这个毛孔哈 就缩小了很多 呃然后我推荐给我同学呢 他给我的反馈说第二天他的皮肤是会发光反光的那种哈 呃我个人是没有这种精力了 因为我晚上用的保养品都比较油一些 所以第二天一般都是油看不到反光 然后有时候呢你皮肤如果那时候呃不太皮肤不太好 然后嗯有一些就是快要冒的痘痘啊 或者是痘痘快成熟的那些痘呢 你把它敷上以后呢要不就是痘削下去了 要不就是痘被吸干了一些我觉得还不错 呃不愧是十全大补这个叫十全大补这个名字哈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精勇 它里边的容量挺少的 盒子大 嗯然后是这个化妆棉同品牌的那个眼唇卸妆液 就是我跟大家曾经说过的就是最后只剩下这些紫色的油了 没有没有水了就嗯卸起来特别不好那种感受哈 嗯我也不会回购他家这个产品了 虽然他卸的比较干净然后价钱也不贵 但是呢因为他这个产品本身设计的原因吧 这应该算是呃我觉得不太喜欢 然后他水油分离的也挺快的 所以大家有那么多好的产品就不要买他了 然后是FAB的这个面霜 这个面霜是我当时抛枕完以后 我觉得皮肤应该需要修复的时候 买来准备擦身上的 但是我觉得效果真的很一般 然后后来我就拿他擦脸然后还会搓泥 据说是什么lamea的评价代替品 我觉得完全不能比啊就没有可比性啊 所以他在我这儿是一个蛮鸡肋的产品的 不过有很多人说喜欢他 有很多人说好用 这个呢就是人者见人知 智者见智吧 呃每个人的这个需求不同 每个人的这个皮肤状态也不同对吧 呃总之我是不会回购了哈 然后SK2的神剑水330毫升我用完了 呃怎么说SK2神剑水呢就是不管你皮肤好和皮肤坏 它会让你的皮肤更上一层但是你不用呢 它也不会让你的皮肤瞬间跌到谷底的那种就是没有依赖性啊 千万不要再跟我说SK2神剑水有依赖性什么叫依赖性啊对不对 你吸毒才有依赖性呢是不是 呃这个产品没有依赖性哈 你为什么觉得它有依赖性是因为你发现你的皮肤变好了 然后呢你不用它你皮肤打回原型了你才会觉得它是有依赖性 你不用它也可以 打回原型呢就是你本来皮肤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所以呢呃然后我用它呢用的时候呢会觉得毛孔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小 呃然后皮肤状态也比较稳定 但是不用它呢我皮肤也不会变差就这么意思哈 我以后也是会回购的嗯 只不过目前不会回购我应该经过免税店什么都会买 然后是The Body Shop他们家的羊柑橘的这个卸妆油 这个卸妆油用完以后呢会有一定的油膜感 但是比他们家的卸妆膏要好一点 我要吐槽的是他们家这个包装 这儿是会漏油的哈 我有个同学他也买了这个 然后他那浴室可能是比较潮 整一瓶的卸妆油都被乳化了 就里边不是油状了 就他家这个包装简直是我见过最糟糕最烂的一个包装了 嗯然后我个人也不会回购 因为它有油膜感嘛 嗯然后就没什么可说 哦对有个姑娘跟我说 他们家这个羊柑橘卸妆油不能卸妆 它这虽然是清洁油 但是它可以卸妆 去看那个官网的介绍啊 它是可以卸妆的 不是不可以卸妆的 然后一个这个丝密的清洁湿巾 这个清洁湿巾我是要吐槽的 它这个 我用上它这个超刺激 但我同学说这种卸妆 清洁湿巾 哎呀 这种清洁湿巾都是会有一定刺激的 但是我觉得我用上它就特别的刺激 所以我也没有完 我以后也不会回购了 然后我给大家也起个参考意见吧 买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啊 然后赫莲娜的一个小绿皮 绿宝皮精华 我个人很喜欢他们家这个绿宝皮精华 我觉得它的那个修复效果很强大 嗯 我也是会 以后一直会回购的 嗯 然后大家想看具体的使用感的话 去看上一支爱用品视频哈 然后是一个Kios他们家的这个 高保湿面霜 我觉得这高保湿面霜还真的蛮好用的 就是给那种皮肤指素球保湿的妹子用 嗯 价格也不是很贵 就性价比蛮高的 它有各种不同的这个size 嗯 应该是容量越大的相对来说越便宜 嗯 然后保湿效果真的不错 然后也不油腻 我觉得蛮好的 嗯 挺推荐就是学生党啊 或者说是只要求保湿力的妹子来用的 嗯 然后是这个资生堂的盼力风姿的这个眼霜 嗯 这个眼霜呢也是那种油润款的眼霜 然后我觉得它和安娜柏林没有没有任何区别 嗯 安娜柏林比它还便宜一点 嗯 但是呢我也可能以后会回购它 因为 我就像美容品 就像那个跟药一样嘛 你吃的时间长了就不管用了 所以我可能用用安娜柏林 然后再用用它 反正我就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 嗯 用安娜柏林也是可以达到它的这个效果的 都是油润款 然后对你的干 尤其是干燥引起的干纹的话 还是效果比较不错的哈 然后是欧莱雅的这个美白精华 这个精华我是用来擦脖子的 嗯 效果 真没什么效果啊 我看不出来 有可能是我脖子真的就没有救了 永远都是跟脸有色差这个情况吧 反正我也以后不会回购了 我觉得是不是跟它这个包装有关啊 但是它既然做成这样的话 说明它那个美白精华应该就是 不感光的啊 哎 不知道 反正没什么太大效果吧 哎 最后一个了 嗯 是一个这个防晒的护唇膏 这个护唇膏我发现了一个更好用的防晒护唇膏 所以就不想要它了 它呢 涂上以后会泛白 我不知道手上能不能看出来 嗯 看不出来 反正呢 它涂在嘴上呢 是会泛白的 然后 呃 就是有一些让我推荐 唇部的遮瑕的妹子 可以用这种的哈 既有防晒效果 然后又有泛白 可以遮住你的唇色 然后还有一定的滋润度 但是相对来说它的滋润度肯定不如那种 呃 就是特别滋润的护唇膏 护唇膏来用 来说好 呃 所以自己考量吧 反正我是不打算要了 嗯 因为我发现更好用的啦 哎呀 这次空瓶机我终于说完了 东西攒的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东西这么多哈 呃 那我们呃 这支视频先这样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